这只小熊把牙刷塞进耳朵里 掏出两块儿屎 以为这是锋利的他舔了一口 立刻被恶心到了 于是他往嘴里灌了一大口漱口水 却又被落到了 为了解落 他一头钻进马桶里 结果却发现头拔不出来了 慌忙中 他的手不小心碰到冲水发 他被拽了出来 但毛巾却掉进了马桶 马桶里的水全部溢出 紧接着小熊也摔到了浴缸里 花洒就像一条蛇袭击他 小熊拿起马桶盖和他战斗 这时一滴水滴到楼下的咖啡里 男人意识到不妙 赶紧跑上楼 他敲响浴室门 殊不知里面已经灌满了水 小熊在里面划船 男人打开浴室门 水全涌了出来 小熊也乘坐着浴缸 顺着楼梯冲到了客厅 小熊尴尬地拿起帽子表达歉意 家人们都被他惊呆了 不久前小熊从一个包裹里钻了出来 他向人类打招呼 但没人理他 于是他在火车站等到了晚上 直到一个好心的玛丽发现了他 这个故事是一个滑稽而又混乱的冒险 充满了意外和笑料 小熊的一系列错误举动 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 展现了人物间的误会和搞笑情节 这个男孩的腿上长出了树叶 家人想要替他剪掉 结果剪刀却被树叶崩坏了 妈妈只好给男孩穿上长袜 叮嘱他不能告诉别人他的树叶 否则会被人欺负 男孩还是被同学欺负了 一个女孩阻止了他们 然后把一颗樱桃放在了男孩头上 男孩感觉坠入了爱河 为了吸引女孩的注意力 他站在跳板上 然后跳进泳池里 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游泳 他就这样沉浸了水里 女孩等了很久 都没有等到他浮上来 以为他溺水了 于是也跳下泳池 发现男孩就坐在泳池底 男孩看到女孩 立刻撅起嘴巴 但女孩却脱下了他的袜子 看到了男孩腿上的树叶 男孩急忙一脚踹开女孩 两人一起浮上水面 女孩生气地离开 第二天 女孩在树林里逮住了男孩 逼问下男孩说出了真相 原来男孩不是人类 他的父母第一次见到男孩时 男孩的身上全是泥土 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这个男孩每天都要练习 闭气五分钟 抬头看苗表 终于刷新了记录 他兴奋地从浴缸里爬出来 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 男孩被医生诊断为腿部畸形 但男孩却每天都在阅读运动杂志 梦想成为一名运动员 几年后 男孩终于治好了腿 医生叮嘱他不要剧烈运动 男孩离开诊所后 却第一时间挽起了撑单跳 显然他失败了 把碎掉的眼镜放进铁盒里 他又练习跨栏 然后摔倒了 铁盒里又多了一副眼镜 他几乎尝试了所有运动效果 但都以失败告终 他的父亲骂他没有运动上的天赋 男孩虽然失落 但没有放弃 他开始尝试滑雪 于是墙上贴满了奖状 大大小小的奖杯也摆满了桌面 最后他甚至代表国家参加了冬奥会 他调整了一下护目镜 冲出了滑雪道 紧接着他飞上了天 就像一只鹰展开翅膀 他发出咆哮 最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成功落在了地面上 黑人女仆 只是想上的厕所 他的主人 却在门外偷听 米妮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可主人还是发现了 米妮听到命令 他滚出来 干脆不再掩饰 按下了冲水按钮 声音彻底激怒了主人 米妮被直接解雇 赶出了家门 之后 主人四处造谣 米妮身上有病菌 米妮得知 没人敢再雇佣自己 陷入绝望 第二天 他只好带着馅饼 来找主人道歉 主人满意地品尝了馅饼 米妮却得意地笑了 主人提出 可以重新雇佣女仆 但需要降低薪资 这时 米妮终于说出真相 主人起初以为 只是骂自己 站起身来 想和米妮对峙 但当他顺着米妮的眼睛 低头看向馅饼 突然明白了米妮的意思 就要干呕出来 转头跑向厕所 之后 米妮把这段故事告诉记者 记者写成了一本书 书籍很畅销 几乎人手一本 黑人看到后 都止不住大笑 主人也读了 但只能崩溃地咆哮 这个士兵休息时 发现不远处有反光 他捡起来 发现是张照片 下一秒 士兵休息的地方被空袭 士兵的同僚全部殉职 只有士兵侥幸逃过一劫 士兵醒来后 看着照片 意识到这是他的幸运符 第二天 士兵再次执行任务 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袭击 奇迹再次发生 士兵毫发无损 照片保护着士兵 让他安全 从军队退影 但是回到家后 每当他听到 侄子游戏的李枪声时 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侄子想要对士兵恶作剧 结果反手就被他掐住了脖子 尽管他很快松开了手 但所有人都害怕他 士兵痛苦地捂着头 似乎战斗成为了他的本能 为了治愈自己 士兵决定寻找照片上的女人 他留下视频 告别家人后 带着自己的军犬 踏上了旅程 很快他找到了照片的女人 但看到他时 士兵愣在了原地 女人以为士兵是来应听的 士兵没有多加解释 成为了女人的雇员 这个两个男孩正在钓鱼 但他们的鱼钩缠到一起 他们都觉得自己钓上了大鱼 其中一人用力拉鱼竿 另一个人就会朝水面倒下 两人互相拉扯 始终保持平衡 于是巴克叫来自己的狗 拉自己上来 波奇跟着掉进了水里 几分钟后 波奇才爬上岸 巴克递给他一封信 需要他们一起去送信 当他们来到女孩家 却发现信不见了 巴克只能找到气球 女孩一边跺脚 一边催促他们快点 巴克还在寻找 波奇拿出一张纸抹鼻涕 女孩感觉很恶心 这时 巴克想起来信在波奇那里 波奇打开纸张 发现正是要送的信 女孩很生气 捏扁手里的一拉罐 最后 两人只好返回要送信的男孩那里 骗他亲自去见女孩 男孩转身走了 于是巴克和波奇 睡在了男孩的车里 这时 一只大鹅从路过 他们醒了过来 追了过去 然后和大鹅快乐地玩手 这个男孩为女孩准备烛光午餐 女孩夸他浪漫 然而 有一群小孩 正在偷窥这场约会 他们偷走葡萄纸 往里面灌入洗脚水 男孩和女孩都没有察觉 他们喝下了果汁 果然喝到臭味 马上就吐了出来 外面的小孩又缠起一斤沙子 放到了男孩的三明治里 男孩一口咬下三明治 沙子在嘴巴发出响声 女孩转头去吃甜点 好像咬到了什么东西 男孩一脸激动 因为这是他打算送女孩的戒指 女孩戴上戒指 男孩也很高兴 耳朵不停颤动 这下外面的孩子 看不下去了 连忙敲响房门 男孩立马慌了 慌忙收拾东西 却没有发现 一根蜡烛还没熄灭 于是屋子着火了 男孩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其他孩子赶紧换上消防服 一起去救火 就连狗狗也不甘示弱 最后火被扑灭了 但女孩发现 男孩什么忙都没帮上 于是把戒指还给了他 转身挽着富家公子的手离开了 这个女孩每天都对着空气说话 她的妈妈感觉很奇怪 于是带走了女孩 女孩却朝空气告别 回家后 女孩悄悄把一把锤子放进书包 然后爬上木屋 妈妈很担心 跟着爬上去 女孩让妈妈站到标记的地点 妈妈照做了 但下一秒 妈妈摔了下去 女孩向空气炫耀自己的杰作 没有意识到妈妈被她害死了 女孩被带走调查 她说一切都是她的空气朋友指使的 警察问她朋友在哪 女孩伸出手指指向灯管 与此同时 另一个女孩也开始和空气说话 她藏在一条管道里 男孩发现了她 爬进来也想和她一起玩 但很快男孩害怕地跑了出来 于是政府把这些孩子都聚集到一起寻找真相 很快灯光开始闪烁 孩子们纷纷抬头 站起身来 大人们这时也透过热诚想 看到一团雾气缠在孩子的头上 他们赶紧破开大门 进去叫孩子 幸好大家都没有受伤 我给你带了一条 他说你不会赢了